在面对中共国防战略中无法解决的自相矛盾时 刘亚洲的比肩触及了整个中共列宁主义的党国机器 它甚至想用自己的死来换取解放军和中共的新生 与此同时,父辈的历史和自身的利益成为刘亚洲无法超越的两座大山 前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宗校县加拿大皇后大学兼职教授赖小刚告诉纵身视角 2000年以后,刘亚洲就变成了两个人 一个是以前的刘亚洲,另外一个是刘亚洲政委 赖小刚教授,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关于刘亚洲这个事件呢,我采访了好几个人 他们的视角呢,是从外往里看 那么您的身份呢,跟他们不一样 您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这个宗校 所以你有一个条件从你从里面看这个事件 所以呢,这是你接受我们采访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视角 那么我想问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您在这个哪个时代开始关注这个刘亚洲的 因为他的时间跨度很大,您在哪一个时间段 把它纳入您的这个观察视野呢? 谢谢陈博士,谢谢您的邀请 刘亚洲实际上呢,我很早就关注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读过他的不少小说 但是真正关注他的时候呢,是我在军事科学院 我就是在解放军服役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他了 因为呢,他呢,有些作品非常令人注目 其中一个注目的呢,就是恶魔导演的战争 讲的是以色列以前的国防部长沙龙的 但是呢,真正让我关注他的呢 是他,刘亚洲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 金门战役检讨 从此之后我就非常关注刘亚洲了 这个文章让你刮目相看的 主要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实际上他是在质疑人民解放军在1993年颁布的 新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方针 这个方针呢,也是现在的军事战略的开始 在1993年之前的军事战略呢 我给他分类就是continental defense 大陆防御的是针对三北地区 就是东北、华北、西北的防御 是针对来自北方威胁的 那么从1993年开始这个战略呢 他就转向东南了 到现在,因为这个战略到现在没有个定义 所以呢,我呢,因为脑子里面有着想着英文的 我就写着Maritime Oriented Military Strategy 就是以海洋为主导的军事战略 那么中文更合适的说点的 就是1993年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的金门战役的检讨 实际上呢,就是在质疑这个战略的可行性 还有它和带来的严重的深远的历史影响 他在质疑他 实际上他是在将当时的中央军委的军 围绕着刘亚洲呢,因为很多人关注 他身上有很多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今天的节目 请你回答的这些谜团 那么我们呢,今天这个反弹呢 我想请你首先要解读的一个谜团 就是这个,在解放军内部啊 这些年来因为防腐啊,被搞掉的这个解放军上将 我数到数至少有七个啊 但是呢,刘亚洲这个上将呢 他被海内外舆论呢,特别的关注 这种关注度呢,甚至超过了 原来的军委副主席啊,那些人的关注 所以说你认为啊,你认为你的关注和民间的关注的差异 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很大了,这个刘亚洲呢 实际上呢,他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历史上 最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人物 罪罪,你用了两个罪 罪罪,对 他的提出了,如果要是把他问题定性的话 是个问题的话 那么呢,他的问题的影响度超过了张国焘 超过了林彪 林彪,这个张国焘和林彪 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历史上和政治历史上 对党的影响最影响深远的两个人物 但是呢,刘亚洲的影响呢,要远远超过他们 而这两个人,张国焘当年是四方面军的总政委 是中央,中共中央的副主席 而林彪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副统帅 而刘亚洲呢,他是退了休的国防大学政委 他手里面一点权力都没有 张国焘拥有兵权的 但是他当时垮台的时候 他的兵权已经非常削弱了 因为西路军失败了 那么林彪的话呢,他是有军权的 他在军队的影响力 一直到现在我都能感觉到 但是呢,刘亚洲他是个书生 他什么兵权都没有 他是个耍逼杆子的 但是他的影响力呢 却胜过张国焘和林彪 刘亚洲最后退离开岗位的职务 是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呢,这个系统是一个 西方国家军队没有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来自于 托洛茨基 来自于苏俄内战 就是俄国内战的时候 当年的苏维埃俄国建立红军 他呢,为了保持确保这些军事专家 就是以前沙俄军队留下的军官 他们的忠诚 就专门设立一个政治委员 这个打仗是专门的艺术 所以当年的苏俄军队打不过白军 就是白尾军 他们大部分都是职业军人 都是从沙俄遗留下来的 但是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 而苏俄军队呢 一开始都说攻农大众 赤卫队之类的 一打仗就输 那么怎么办呢 就要用这些个以前会打仗的人 但是会打仗这些人呢 他们政治上不可靠 为了监督这些不可靠的人 所以呢就专门成立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组织 一个系统就建立起来了 这就是政治委员制度 他们就要有军衔了 所以呢他们就是有一个专门的 正攻系统的一个军衔 叫起来都一样 但是呢一般军队说 是正攻人员等等 但是他们呢都有军衔的 他就是什么上将啊 从事少尉开始 一直到上将全部都有 比如说徐才厚就是上将 他呢也是正攻干部 那么刘亚洲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这个他是在解放军的 叫正攻系里面的 弄出来的这个上将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他主要的影响力 就是说来自于他的这个写文章 那么他在中共内部的这个写文章 而且写了那么多 就是说在今天被认为有问题的这个文章 因为那个红色文化网的那篇 霍兰峰的文章 列了他四大罪状 很多都是从他里面文章来的 所以说我们就很大的一个纳闷 就是说在这个中共的系统里头呢 一个像刘亚洲这么写文章的人 他如何能撅起呢 被领导看中呢 甚至于他进了这个国防大学 原来叫做一个龙帮呢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可以的 这个系统实际上呢 就是政工系统啊 现在的名声很差了 尤其徐才厚这个事情出了之后 其实这个政工系统 其实它是集中了两个极端 一方面其实上是部队里面最最自由的人 思想最解放的人是在政工系统 另一方面也是部队里面最思想最保守的人 同样也在政工系统里面 这是因为它这个政工系统的特质来决定的 因为呢政工系统呢 它起源于布尔什维克革命 就是说呢守着十月革命啊 我觉得布尔什维克各个合适 这些个最早的人呢 他去参加红军 苏联红军的人都是具有理想的人 需要希望实现这个社会正义的人 而这些呢他们都相信马克思主义 而马克思主义是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个意识形态体系的 没有非常好的教育程度 读不懂马克思的东西 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 所以当年参加布尔什维克这些人 都是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的人 才后受到受到党的号召去参加红军 成为红军的政工干部 这一批人 另一方面的人呢 经过几查的演变 尤其是经过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后 变成了官僚了 这些人呢 就变成非常保守的了 为什么这些人 那么原来人都去哪了 原来的革命者都去哪了 都是被淘汰掉了 就是经过一批批的清洗 因为这些个革命者 他们带有理想的 他不是为了私利的 他是为了理想 他们是为了主义而生 为了主义而死的人 所以当他们对于党的政策理解的话 他们会非常好的贯彻 但是对党的政策 很多很多做法持有意义的话 他们就开始怀疑了 而布尔什维克呢 实际上是乌托邦 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乌托邦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 当他做了很多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原来的政工干部就开始怀疑他了 怀疑他了之后呢 就被后来的官僚化 还有斯大林的清洗 就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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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给清洗掉了 如果是没有被清洗的话呢 他也成为一个党的官员了 完全一个党的顺库的工具 原来以前的这个革命热情 那些理想 为主义而生 为主义而死的革命理想了 已经荡然无存了 所以这些人呢 就变成了现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保守的势力 但是呢政工干部这个传统一直他一直有的 因为他不断的需要从招收新的人员进来 所以他总是要有新的人员进来 这些人刚来进来的时候呢 都非常思想开明的 所以呢 这个解放军的政治系统中间就出现两波 两种截然相反的势力出现了 一个是非常开明开放有理想的人 另一方面就是非常保守的官僚 所以刘亚洲有幸成为这个非常开明啊 非常想进步的这一派啊 这个他说他要做自由思想的训道者啊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宣誓啊 这个我比较纳闷的就是说 他在中共内部啊 能够靠笔杆子这个往上升了 除了这个思想解放以外啊 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啊 对他的崛起 你觉得有很大的影响吗 我觉得不是那么大 一定有 不那么大 一定有 要是没有 也就不是中国的 也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 一定有 但是呢 不那么大 首先是看他自己 首先呢 第一个呢 刘亚洲本人就是个写作天才 他有天才 第二呢 他非常的勤奋 这个呢 我猜的话呢 是从他父亲这个遗传 这种家族遗传的 他父亲的时候呢 就很聪明 上了两年学 可是呢 就必须辍学了 人很聪明 然后这时候呢 抗战爆发了 爆发呢 他就加入了新死军了 从新死军里面 就成个宣传 当时就搞这个 我猜是做板报啊 到宣传的时候 黑板报 黑板报 我猜的 因为这部队是这样子的 那么到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营教导员了 这个竞争速度很不错的 这个尤其在这个战争年代 他这个竞争速度呢 说明了他刘亚洲的父亲非常能干 非常出色 非常勤奋的一个人 那么到了 刘亚洲估计他就遗传了 继承他父亲这个特点了 包括他们家人也都有一个特点 都擅长于文末的人 那么刘亚洲呢 他到了15岁的时候 14岁的时候 正好14岁的时候赶上文革 那么他就到了 他父亲的老连队 21军的一个连里面 实际上他那时候连个名额都没有 就是因为他父亲给他放那了 他不是正式的军人 我估计他父亲是害怕孩子学坏了 你在社会上混也不是个事 学校都关了门了 一个teenager14岁的男孩子 你会惹事生亏 你这部落会怎么样 你把他放到部队里面就没事了 放到自己的老连队里面 让大家看管一下挺好的 那么过了一年之后呢 刘亚洲就正式入伍了 入伍呢 他就是做这个宣传 他一看就做宣传的 因为他那后来的履历 他就这么走上来的 然后他就从部队里面 一步一个脚印就在这上面走 那么他呢 当了这个班长 副班长 班长 排长 然后看他就提干了 到了团里面的宣传部 做了什么事情 专职的干事他提干了 那么他能这么提干了 我就这么猜的 因为他这么个部 这个职业生涯这么走的 他父亲呢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我就猜想了 他一定是从半黑板报开始的 他的手狠非常非常的勤快 他对于语言的掌握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他是写出来的 他写出来的 他是写出来的 你看他发展那些文章 跟他家里面 大家说他是李宪恋的女婿 受他这个光 没有的 你看他在发出名之前 大家谁关心这个事情 他都写的小说 他全是写这个 那么说以后有什么影响 这就不知道了 这个我不太解 很多人不解的 就是说像他 我们认为 你看吴尔开西都说 早年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 这个我们很多人看过他的书 就是他应该算 这个在某个人上算开明一点的这些人嘛 那么这样的人呢 能够在中共的正攻系 而且能在正攻系不断的往上爬 爬到那个位置上去 这个跟当时的政治背景有什么关系吗 为什么会他能升上去呢 你在你们 你从解放军内部看 觉得又不是有点异样呢 其实这个很正常的啊 其实我周围的很多人 都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很多都是这个写笔杆的写出来的 就写这个宣传文章 然后呢 大家领导看你 你能写 然后把你调到政治部门 你继续写 然后当秘书匠人 匠人挺多的 但是刘亚洲有点例外了 刘亚洲他写的太多了 可是他写的小说 他写的影响力有非常大的小说 第一个这个写东西呢 第一个呢 你首先要能够写 而且你要写的多 数量还要多 这两个加起来就不容易的了 这需要非常勤奋 刘亚洲非常勤奋 你就看那出版的这些小说 这个数量化 你就我们叫爬格子 你把那些爬格子写出来 你试试看 这个我觉得赖教授里面还关键是 你我们都知道中共人事系统 你要被领导喜欢啊 就是说他能够被领导所欣赏 而且提到那么多观点 放到那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 我们接着就要 因为你也讲他的这个观点的影响力嘛 他主要影响力在这里头 所以我的主要是说是那个时候的领导欣赏他的东西让他升官 我觉得这个意义上我不太理解在这 好刚才我没有回答好这个清楚 光讲部队的这个给很多的人给了机会 刘亚洲呢他在部队里面受到了相对好的教育 而且他又上了武汉大学 然后他又到了明航 其实呢现在回想起来 从1978年开始就那个 那个那个 叫枫叶红的时候吧 叫什么就是那个 开始想伤痕文学的时候 那篇文章思想解放时候 恰恰是中国文学大发展的时候 至少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上一个灿烂灿烂的 一个最繁荣的时光 刘亚洲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小说出来的 所以他一下子就出名了 而是那个时候人的思想非常的开放 各种思想都能够接受 对一些个非常的有对你有意义的东西 甚至直接的来挑战党的权威 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文章 大家都能够接受 那么后来刘亚洲就是说 他开始关注很多宏大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常常提到他的什么 凤凰网的采访啊 写的西部论啊 对美国的美军的一些评价 所以最后导致这个红色文化网啊 这个批判他的那篇文章里头啊 列了他四大罪状 那么全部跟他早期的应该跟他小说没有关系了 就跟他的一些政论性的东西有关系 那么你能不能够给我们先梳理一下 刘亚洲啊 他涉及到军队和国家前途的这些方面的东西呢 他主要一些什么主要的观点呢 这个呢最后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呢 我给他列了下他的文章啊 按照他的时间顺序来列一下啊 如果说列的话呢 就是能够找到他的 第一个呢是在1987年的 他给军委某个副主席 关于终止在老山者因山作战的报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在1993年上出版的一个他的文集 就是攻击攻击攻击 这个实际上是把他的其他的一些个东西 小说啊 什么什么报告文学啊 给他放在一起了 当时看上去呢 我看上去没看上眼 一看一个内容就不看了 一看一看就好像是个 骗稿 不是能说骗稿费 赚稿费补家用的东西了 不值得 但是在30年后再一看呢 实际上呢 他是在一个转型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在2004年到2010年的几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就是刚才说的金门战役检讨 第二篇文章呢就是西部论 第三篇文章呢就是大国策 这三篇文章是最重要的 而这三篇文章呢 实际上呢 都没有登在中国大陆的正规的杂志上 都是在海外网上看到吧 那么呢 这里面他的最妙的一批 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个 我就说是开始的 引起我注意的 就是金门战役检讨 他呢 实际上呢 他是在质疑1993年的军事战略 1993年军事战略 这个出的非常的仓促 制定人呢 是张正副主席 当时军委副主席张正 前任的国防大学校长 和刚刚当任总参谋长的张万年上将 两个人这是制定的 但是呢 这个战略呢 针对台湾的 针对东南沿海的 可是呢 身为由中国的马汉 或者是中国的格尔什科夫之称的 刘花青上将 或者刘花青海军上将呢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 他没有参与这个作战计划 把这个战略的制定 他跟他扯开关系了 那么这个战略呢 他一个重要的问题呢 他就是针对台湾的 那么刘花青这个 刚才露露说了几个 刘亚洲的另外两篇文章了 他的就关于讲空军战略的 他是讲这个的 他有两篇两本书 一是空战简史 还有一个是叫 必须改变中国空军战略 是这么一个样子的 那么他呢 就借着刘亚洲啊 就借着金门战役 提出了大的问题 几大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第一个大问题呢 就是 金门战役 你做不到 你在作战上面 你做不到 因为是渡海作战 他在这个 他就怀疑质疑 未来对台作战的可行性问题 这是刘亚洲的一个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出现一个 就是国共内战的性质 为什么还要继续和台湾去打仗 实际上是当时他发表 这篇文章的时候呢 国民党刚刚下台 就是内战的继续 国共内战继续 为什么还要继续 这篇文章呢 这个质疑呢 实际上和另外一本书密切相关的 这个书呢 就是张正隆写的《雪白雪红》 这本书出版于1989年 出了之后就被禁了 讲的是国共双方在东北战场的情况 禁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在质疑解放战争的正当性 而刘亚洲呢 非常委婉的也在质疑他呢 你为什么国共内战本来它就缺乏正当性 为什么时隔了将近50年之后 你还要继续再打 打这场内战 所以说他是反对统一台湾这个事情 帽子扣上了跟这有关系 有关系的 他是用这种军人的方式 一个他在质疑自己政治领导人的决策的时候 他没有说你是错的 他没有 因为军人你是不能质疑的 刘亚洲也没有质疑 他只是说用这种方式 非常委婉的方式来质疑 你做得到做不到 你为什么要打 你有没有正当性 这个是台湾的问题 他谈的 那么他的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他的西部论 这个战略的问题的走向的问题 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 对 他这个西部论就特别棒在哪呢 他一开始他就引用了 开始就是1870年的时候 左中堂和李鸿章进行一场历史性的争论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海防与赛防之争 他这么开始的 而这场海防与赛防之争 就是李鸿章要保持海防 要建海军 那么左中堂就说说 我们要必须把新疆收复回来 因为朝廷的预算 赢的实在有限了 双方争执 最后争执的结果 左中堂赢了 那么把相当一部分的海防的钱挪到了收复新疆上面了 那么左中堂把新疆收复回来了 那么但是呢 北洋海军的这个军费就明显就不够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新疆收回来了 但是呢 北洋水师没有了 甲午海战打败了 而甲午海战呢 又把中国历史的这个轨迹又给改变了 就这么一个 那么刘亚洲的这个文章呢 这篇文章特别好就从这开始 然后就讲了中国的历史呢 实际上呢就从西部来的历史 中国的国家这种历史它的文化是从西部来的 而西部的安危直接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安危 那么现在应该是像西 那么像西呢 现在还有个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这是2004年的911开始了 就911之后西方国家呢 北约就在开始阿富汗的反恐怖战争 那么很多人呢 就大陆的很多人呢 就觉得这是我们腹背受敌了 但是刘亚洲却另外一种看到了 所以他说呢这个伊斯兰世界是无可救药 这是它只是往后看的一个文明 它将来是越来越往下堕落 而中国呢 它的历史就是和西域密切相关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国更应该向西进 西进到了波斯湾 这样子的话呢 中国的能源有很多的保障 同时呢 也为自己的西边建了一个防卫圈 一个缓冲区安全区 是一个往西的 所以他是在反对1993年的战略 是往东进 这是他的西进的主要观点 所以我现在纳闷就是说 你刚开始强调你说 刘亚洲的影响力超过了张国焘和林彪的那个事件 那么刘亚洲提出的这些观点啊 他在中共党内或者在解放军内部 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你从你的解放军的这个视角 你能跟我们介绍介绍吗 这个有点大了点 因为我仅仅是在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的一个编辑 对 编辑说到底解放军这个产生这个问题有点大了点 但是呢 刘亚洲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人 大家都谈论的人 他的这个影响呢 有多大 我倒觉得很难说很难够很难评价的一个情况 原因在什么呢 部队讲究的是服从 当1993年的战略制定了之后 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他 除了刘亚洲可以 刘亚洲以这种方式来质疑他 大家无法质疑 因为大家是服从的 可是刘亚洲的这种质疑呢 一定产生相当大的反响 一定产生相当大的反响 这个反响呢 大家是不再不说出来的 但是大家都记得这件事 刘亚洲是个有影响的人物 刘亚洲当年说了 刘亚洲在金门战役中间说了 而且呢我也相信 就是在1993年军事战略 在实施过程中间 各个职能部门 各个军兵种的时候 他们在一旦做的时候就发现 跑到你做不下去的 不是说海军就是靠几艘船 几个吨位就可以解决的 不是那么回事情的 海军要比那复杂的多了多了多了 去了千百倍要比那个复杂了 说这个时候大家呢 因为刘亚亚洲的影响力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会想到刘亚洲说的是对的 这个我想请你简单的总结 就是说它的影响力超过张国焘事件 或林昭事件 你能不能简单总结一下 在哪几个方面超过了这样一个事件呢 好 刘亚这个张国焘和毛泽东的之争呢 它在两个方面之争论的 一个是战略方向 是否北上的问题 再一个是个权力问题 就是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关系 这就是你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张国焘的枪枪多 那他就要指挥党 但是毛泽东枪少 但是同一方面军是中央军委 中共中央所在 你能不能因为张国焘的你的枪多 你就来指挥党中央啊 那么林彪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两个 一个是呢 文化大革命 涉及到意识形态的 但是意识形态呢 但这个意识形态呢 仍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的历史形态 再一个呢 就是权力 因为林彪已经对于文化大革命 已经非常非常不满了 不光是林彪 林彪很多很多人 林彪是个代表的 要结束文化大革命 那么又发生了 这就发生了剧烈的权力之争 就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 就与涉及国家主席的问题 发生了权力之争 那么归结起来 林彪和毛泽东 张国焘 林彪和毛泽东 这两个巨大的争论之间 他发生争执的地方呢 一是战略 二是权力 意识形态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呢 刘瓦州不是 刘瓦州呢 第一个涉及到了方向 这个方向不是说 我是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 你是问到大海 还是往到内陆 这个背后呢 我是融入 由西方国家 主导的自由民族主义的国际秩序 还是到东方去 去和在伊斯兰世界中间 抢夺一片地方 还是我干脆和俄国人携手 保持我的一党专制 就是专制制度 autocracy保持这个问题 这个是战略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制度 刘瓦州本身是个政委 但是呢 他的政委 这个时候 他的政委制度 已经走到他的反面了 因为呢 政治委员制度 是建立是革命的热情 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你除了说他 用我讲 借用蔡霞教授的话说呢 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僵尸 就是组织上的黑帮 刘瓦州呢 由于他是政公干部 他已经动摇了他的整个的政公系统的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意识形态了 意识形态 刘瓦州表现得非常的委婉 他不是 他不是 他是个军人 用军人的方法来用 他就质疑 从金门战役中间 检讨中间 就质疑 为什么要去打台湾去 所以我刚才我听到您讲的刘亚洲的思想倾向 就是跟俄罗斯会合 还是跟自由民主的会合 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对刘亚洲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他写了很多 他说我作为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但是后面他又写这个党 我太爱这个党了 那么你也提到蔡霞 蔡霞认为他是第二个任志强 那么高瑜认为是党内的改革派等等 那么所有的人对他都有各种不同的评价 那么在你看来 你在这方面你怎么给他定位呢 你觉得他是个党内改革派 还是真的一个自由派呢 我给他说他是个具有圣徒保罗色彩的人物 另类 这是一个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嘛 他是个队友 因为圣徒保罗他以前他是犹太会堂里面 作为一个犹太教士这么培养起来 从小就培养起来的 他对于这些个相信耶稣基督是比赛亚 是救世主人非常反感 所以他就去迫害这些个基督徒 但是有一天上帝耶稣向他显灵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 他就变成了基督徒了 他就成为了道处传福音 最后就是去殉道去了 他会去殉道去了 这个刘亚洲他就是一个正宫人员 正宫人员就是一个扫罗 就是个原来的 他从小就培养成这样子的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了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了 而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东西 本身是非常残暴 直接是一种想法罢了 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间又是 刘亚洲没有这么说的 就不能正视自己来正视自己的历史 来向大家讲自己的历史 因为太血腥了 太不能拿出来见人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这么个历史 他的心理上面他一定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但是无论是从他的情感上面 他的家庭背景来说 他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移民解放军 他是不可分的 所以他就有一种具有一种想离开这个系统 他的思想已经离开了 我相信他也离开了 但是他不想让自己去否定他 不想自己去否定他 所以他就说我作为一种殉道 甚至他故意说出这种话 我才都感觉到读他的文章 读到最后的时候感觉到 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做个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就希望党内的人他以前的同事 政共系统人把他致死了 把他致死这样他就成为一个殉道者 这是他所需要的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说我为什么说 他带有一种圣徒保罗的色彩 圣徒保罗的色彩 我没有用耶稣基督的色彩在哪呢 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 我不能说这样的话 所以我选择的是圣徒保罗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死 对吧 那么保罗也是跟着耶稣基督去了 他也去让别人把他 以前自己的同事把他处死 处死之后他就成为圣徒了 他就成为殉道者了 所以说你这么评价他的话 那么我接着这个问题就是说 北京当局现在就是在海外的一些 代理媒体说他可能涉及到经济犯罪腐败的问题 那么你把他定为一个那么高的一个圣徒 那么他去放这种经济犯罪 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这里的有没有矛盾呢 如果他要是因为现在没有证据 如果他也是有经济犯罪 第一个我会特别特别失望 特别失望 特别太失望太失望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可能性也相当大的 相当大 因为这个相当相当大 非常非常大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因为它这个是个系统性的腐败 政委就是一把手 他担任过北京军区空军的政治部主任 担任过成都军区空军的副政委 担任过空军的副政委 最后是国防大学政委 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 且不说别的了 就想想基建项目有多少 国防大学整个校园那么大的校园都变了 基建项目多少 要有多少银子从他的手里面 笔头上面走过呀 就是你不想贪 别人会不会追着你啊 这就是说圣徒不能拥有无限的权力 你要给无限权力给圣徒 你也不放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怀疑他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刘亚洲走到行政岗位上面 我觉得是一个 他可能在他的人生之旅 职业之旅中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他走上了行政岗位 而且你让行政岗位好 他可以视野更宽 换种角度来观察的问题 但是他那么大的权力在手里面 这可不是个好事情 经常有人说两个刘亚洲 以前的刘亚洲和后面的刘亚洲 那么您跟我讨论的时候 你也提到2000年以前的刘亚洲 2000年以后的刘亚洲政委 那么你是为什么做这种划分呢 我把他的创作经历 我给他划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写小说 他的截止就在他开始 如果把他算在连队里面 办黑暴报的时候也算上之后 一直到了他1987年写了一篇小说叫什么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写个小说 后来他写小说基本没有写过了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93年 我就说那个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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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攻击 这时候他从一个写小说的人 变成了开始转身研究国防安全战略的人了 那么这个写的时候 他在越写的时候他写到了 我把他定为那个点定在了2010年 就是他写到了大国策的时候 这时候他这一段时间就结束了 后面就是他的政委就出来了 他从个小说家变成个研究军事战略的国防战略的人 后来他变成了政委了 而他这个时候当初2010年以后 中国的形势这个政治气氛也开始变化了 他的职位也相当高了 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吧 担任国防大学政委的 他的职位就非常高了 这时候他就开始那种四平八稳 不是他本人的了 就是解放军政工系统的四平八稳的东西就出来了 作家刘亚洲就越来越少了 牛亚洲政委就越来越多了 他是2017年初魏道林退职 那么你怎么解读他当时魏道林就退职了呢 或许吧他失望了 因为2007年的2017年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地方能够感觉到一些个变化 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明显的更加的aggressive 跟别人各个地方发生冲突 能够感觉到其和北朝鲜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紧张的 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呢 好像是这个北京在压平壤 让他向美国妥协 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 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作为刘亚洲呢 他在那个位置上他看得非常清楚 北朝鲜的问题是个试经石 他已经在那个时候看透了习近平要做什么了 我猜测的因为北朝鲜的缘故 他大失所望了 他就赶紧把这事情了了 他就早早就退休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解释 人家都以为是习近平霸了他的官 没想到您这个解释是他自己激流勇退 这比较有意思 那么这个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他失踪的消息 在这之前呢 他最后一次露面是2018年公开露面两次 7月参加云南的一次马拉松公会赛 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然后关于他的消息就开始急转之下 那么明报呢是23年3月份的时候 说他这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那么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惊讶吗 我不是太惊讶 你也不惊讶 我不惊讶 这个就是刘亚洲呢 质疑1993年的军事战略方针 这是非常非常大胆的 你会在军内里面 大家里面会觉得以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有什么人支持啊 不会有什么公开支持 没有人的 而恰恰呢 你会给你的政敌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弹药 刘亚洲他这个人呢 他这个家庭背景 他属于是干部子弟 干部子弟在部队里面是一个非常那种反应非常的复杂的一个评价的 一旦被人家抓住了把柄有什么借口 就很多人在拱你 那刘亚洲就比较张扬这个人 他的结果会非常的可能就不幸了 等于是如果要判他死刑的话 两个答案 第一个根据你的前面讨论 你认为他腐败是可能的 但他腐败自不足以判的那么严重 是吧 那么第二个 从你现在来看 他如果判死还的话 不是因为他的经济犯罪 而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 这是清楚吧 对 这是因为是的 如果这么说是的 对 那么对啊 那么你刚才有一个淡淡书 那就很有意思 这是我想关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到这个明报的报道 他要判死缓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然后到四月份的时候 然后那个红色文化网 这个批判他四大罪的那个文章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我就采访了一些专家 请他们来分析 那他们都是从外网里看 不是很清楚 因为信息不全 那么更奇妙的是呢 这个十天以后 批判刘亚洲的这个文章下架 对 对不对啊 对啊 然后呢 我还去搜了一下 就是说迄今为止 中共的主流媒体没有参加到 对刘亚洲的围剿 一片这个压让无声的 你怎么看这些现象呢 刘亚洲的 他所反映的他的文章 他的观点写的 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观点 那么刘亚洲和别人不一样地方的人呢 他地方呢 他是个作家 他没有收到过学术训练的 所以他说的话呢 是个小说家的口本 他缺乏一个受到正规学术训练的人写那种 自圆其说首尾一致 英语就是coherent 他没有这个东西 他就是用一种高瞻说的一种武断式的判决 这样子的非常武断的结论 这是这个东西写出来的 那么他这个东西给他带来的好处呢 正面说好处的话呢 他可以自由持在这个思想的大草原上自由驰骋 不好的地方呢 他缺乏连贯性 就会被人捉住很多弱点出来的 但是他的文字非常好 所以他在军内里面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大 虽然我离开部队这么长时间了 但是我想了 大家读他的文章的时候 他和军营文化那么样的合拍 大家还是喜欢读的 但是他这个文章呢 也触及到很多很多人的利益在里面了 那么说就因为这个人 说这些个观点 你因言至罪 你怎么讲得通啊 更何况他丝毫没有说 我触犯哪条军纪哪条军纪 他没有过 至少来说 我现在看到的他的出版这些东西 他没有过 他是用一个 to fight 这个军人以军人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 他始终在解放军的各种规一规章制度的约束之内 到界限之内他进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这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 那么在他周围有将人周围呢 也自然有富了很多很多的人 在里面还有很多的追随者喜欢他的人 那么在习近平他把事情全办砸的时候 他需要感觉这么一个人一定是他的对手 而且刘亚洲的才干 他的才华那不是习近平可以比的 也不是说解放军大部分人的那种文采 都没办法和刘亚洲相比的 那么他这么一个人就会成为一个旗帜 就是很危险的 就会对习近平的政权造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如果是不把他拿掉 会是个威胁 但是给他教训他一次呢 也未尝不可 所以他那几篇文章呢 实际上就是个试探的风 试一试 试一试就可以了 所以说试一试 后面你也说你也觉得 你也在这框的时候 你觉得不会判私换 我觉得不会判的 我觉得不会判的 就是试一试 试到什么程度呢 试到什么程度 那么现在看大家反应 一定大家反应很强烈 我们在这地方看不到 离国内十万八千里 就靠英特纳的这些东西 我们是很有限 那么我猜想北京 北京 上海 这些个广州 成都 沈阳之间 这些个西安一定在就这些个总部机关和各大区之间 战区之间 一定大家在讨论刘亚洲 就他们有设计的就是正宫系统 这就是正宫系统 人党委系统一定在讨论刘亚洲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如果现在的我海外大话经常说是大佬 大佬 中共的大佬 军队的大佬 在讨论刘亚洲这件事情问题怎么样 达不成一个共同意义意见来 你不能把他这么一个两代人都是在正宫系统中间 勤勤恳恳两代人了 你把他判一个死缓 这算什么呀 而是你拿出什么罪行啊 就因为他写了这些东西吗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中国一直就有的问题 不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中华民国也有 清朝也有 你怎么能够治上罪呢 这个任志强在离开这个公司之前 他是做了审计的 干干净净的 后来他们为了判收拾任志强 弄给他弄成了一个经济犯罪 所以说这样一种前景的可能性 你觉得如何呢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不太可能性不高 你还是觉得可能性不高 还是不高 原因呢 刘亚洲他一直是在部队里面 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过22年革命战争打出来的 解放军还是在这地方的 而且刘亚洲一直是在留正宫系统 他又没有什么事情 即使拿了点稍稍拿了点 可能拿了些钱 或者是别的干了什么不好听的事情 什么事情的话呢 他的性质和徐才厚和郭伯雄的性质还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 他不在权力位置上 他的国防大学政委的权力和徐才厚的总政部主任的权力 和郭伯雄的军委副主席这个权力那是没法相比的 他小得多 我看了刘亚洲早期的文章 从你的那介绍来看 对他的评价 保罗这样一种地位 但是到后面我看他的文章 到2015年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照耀中国梦》的思想火炬 读习近平谈自国理政 那么这里面就讲习近平大手笔 大丹丹 大情怀 用了九个大字 在某个意义上呢 我觉得他对习近平是一种效忠 但是呢 最终这个在臣服之后呢 习近平也看着没想放过他啊 那么你觉得习近平在这里面 你刚才谈他没有权力的威胁 他为什么最后要把他弄下去呢 要给他这种结局呢 第一个呢 这个效忠啊 作为刘亚洲作为像军人一样子的 效忠是对的 军人最不好的就是不效忠 不效忠 你不论是你这个 你的 就像美国你的总统是好是坏 你必须要效忠他 加拿大的首相是好是坏 你也是要效忠他的 英国一样的 你这是因为军队是个工具 他是个servant 他不是master 在这地方教育也一样 所以效忠是对的 你就是他是个不好的人 你效忠他也是对的 这个刘亚洲怎么做呢 他是作为一个军人的一种本能 一种本性他来去做这件事情 对呀 我觉得 对对 你就是说 我知道你就是你觉得刘亚洲的这个经济上的犯罪 你不至于制造他那么严重 对吧 这个是他也从这个表达的这些观点来 思想观点来看呢 他也觉得从你的角度看 他并不违反解放军的军纪 对 那么他在政治上的对习近平的效忠呢 那是应该的 作为军人 他是应该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最后快要收尾啊 我们觉得 那么习近平在什么意义上呢 对这个刘亚洲啊 真正的让他觉得应该把刘亚洲置于这样一个地步 你觉得最要害的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想找到这样一个答案 也许跟他的命运最后有关系的 谢谢你提醒啊 因为这里面解放军有个特点 解放军实际上它是一个coalition 英语就是coalition 就是一个集合体 是个盟军 我想习近平最担心的是刘亚洲是个旗帜 他是个旗帜 它这个旗帜呢 因为大家都对习近平不满意了 刘亚洲又是有权局有影响的人 又是靠耍逼杆的人 不是靠权力的人 它是一个旗帜 它这个旗帜呢 就很容易让别人用来它 旗帜一举 大家就聚集在刘亚洲的旗帜上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 那么我倒是觉得呢 谁 习近平呢 是采取个预防措施把它拿掉的 但是这个预防措施 因为理由不太清楚啊 我希望刘亚洲在经济上面 个人生活问题上面 不要有什么这种错误啊 希望是这样啊 那么他就放 习近平呢 就放出了一个探风的 就探风来试试 就是那个红色文化版网上这篇文章来试探一下 但是呢 试探它很忌讳的地方 一个地方在哪呢 如果是批判刘亚洲的话 你就把他这些他所犯的罪行 他所做的错的事 你恶恶的总结出来 让大家知道他犯了什么错 可是这么一做的结果呢 就等于是为刘亚洲把他思想概括总结在传播了 这个买卖 这就是习近平就不乐意做了 等于是想批判刘亚洲 没有想到没批判成 还是把他的思想更加弘扬出去了 我猜的这就是那个红色文化网上把他那篇文章又给下架了 因为确实是有人在说红色文化网的那篇文章呢 是在宣传这个刘亚洲的思想 确确实是有这么一个 我看到了 对 这么再说一个呢 刘亚洲是一个一辈子就是写书 至少来说他写到了2010年 写到了十几年前 他从十五六岁时候开始写 写到了将近六十岁时候停笔 他写的出版东西那么多 这么多东西 你用几千字的东西 就可以想批划他 这有点不自量力了 就是说刘亚洲的思想再混乱 再开放 没有那种连贯性 但是也不是靠一个几上千字 九七八九千 一万字左右的东西 就可以批划东西了 所以我们这个话题呢 叫解放军令瑞上将刘亚洲的命运之谜 那么他的命运等于是到 他意识到有不对的时候 他自己从位置上退下来 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有可能成为一面棋子 即使刘亚洲有什么效忠 那也没有用 那么习近平最后还是为了预防性的一个措施 要把它给处理了 这么一个下来 那么照这个结果的话 刘亚洲也许没有很大的值得担忧的地方 也可以养老了 这个结果你乐观吗? 我倒比较乐观 你比较乐观这样 我倒比较乐观 刘亚洲他没犯什么错呀 他没有说是像徐才厚 像郭伯雄那样贪污 结账淫私 那么第二 他只说一些言论 这些言论他就完全在解放军的各项归章制度之下 那么再一个 他也对领导人 对所有领导人 他都非常的恭顺 无论是对他 无论是对邓小平 跟我们比我说了 对江泽民 对胡锦涛 对习近平都非常的恭顺 非常的顺服 那你治他什么罪呀? 所以我倒觉得 而且我刚才说的解放军是各个山头组成起来的 解放军这个是你的历史造成的 你是改变不了的 一个山头就一个山头 在如何处理各个山头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这是很大的艺术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军队不一样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要党领导枪 要保持党的领导的缘故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的话 我这是给共产党说个好 人民解放军成什么样咱还不知道呢 但是在如何处理各个山头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要有艺术的 把刘亚洲这么个人 把他处理判以重刑 严惩他 应该说这些话 那么解放军的各个山头的人 大家会怎么想啊? 大家是惧怕你习近平还是对你不满意啊? 解放军可是大家都是穿着一样的军装 唱着一样的歌的一个部队 尽管里面的传统不一样各方面啊 但是也有很多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 他没有犯了错 没有给你造成威胁 你为什么要制他这么大的罪啊? 好啊 谢谢我们的赖小刚教授啊 今天给我们解读解放军呢 另类上将刘亚洲 好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